我嫁人爷爷偷塞十万给我,两年后爷爷去世,回家看一幕我愤怒砸家。 小时候自己的记忆几乎都是爷爷要去干什么,有什么好吃的都是爷爷带着,我给我对于我爸妈的印象,我是模糊不清的小时候,我便是跟爷爷生活在一起,所以我对我爷爷的感情十分的好。 当我八岁的时候,由于我要去上学,我爸妈便从老家带我去了外地留在他们身边好照顾我上学,虽然我在外地上学,但我有时候总想到爷爷每一个寒暑假,我都会老家跟我爷爷一起生活而每次。 我在我刚到的时候,爷爷总会下厨做一顿大餐,来给我吃,几乎算是每次都有,这让我十分的留念和爷爷生活的时间,随时时间的流失,我也越来越大,而爷爷也越来越苍老,而且由于我读书的压力,越来越大我寒暑假总被我爸妈带去上补习班。 因为补习的原因,我好几个寒暑假都没回来,后来一次我忍不住坚决不去上补习班才使得自己回来老家。 到现在,我还很清晰地记得当时,我爷爷看到我回来的那个眼神是多么的慈祥眼里含着泪花。 那时候我感觉在爷爷的怀抱里是多么的温暖。 我上了大学后,当时自己每个星期都有去做兼职也在兼职的时候,我认识了我老公。 老公性格很阳光,可以说是对我性格十分合适的,在熟悉没多久后我两个关系迅速发展起来,最后在了一起跟老公在一起后,刚放暑假的第一件是我便买了很多东西带着老公去老家,看了爷爷,爷爷。 当时看着老公那激动劲要说有多兴奋就有多兴奋,那天,他俩还小也几杯,在我毕业后我跟老公便结婚了。 结婚的时候,由于我爸妈,也就我一个孩子,在老家,可谓是大干一场就连平时没联系的小叔也请来了,而在我出嫁的时候,我爷爷在没人的时候偷偷地赛了一本存折给我,我看里面足足有十万块。 我不敢收,但爷爷却坚持要我收下,说我结婚了成立了一个家庭以后,要用到钱的地方多着,而他自己老了没怎么需要用到了。 我当时听完爷爷的话,后,眼泪直流了出来。 结婚后,由于我跟老公忙着赚钱还,有备孕的时候,我们也值得过年的时候,回老家去。 但平时我是两三天便跟我爷爷打一个电话就这样,不知不觉过了两年,在一天晚上,却没想我爸突然打电话给我叫明天准备回老家。 我爷爷去世了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,我差点晕倒在地。 我想不到明白,爷爷怎么走得这么,突然我当夜跟老公连夜赶回了老家再看到爷爷冰冷的身体时,我还是坚持不住伤心。 过度晕了过去办完爷爷的后时候,我在整理爷爷的遗物时,却发现了一份土地赔偿说,原来老家的房子受到了整,府的征收赔偿了一百二十万。 我没想到爷爷在上面填的赔偿人却受我的名字。